香港經濟已經漸見曙光 就位於內地等市場帶動的環球經濟復甦 整體貨物的出口在今年頭四個月 錄得超過三成的強勁升幅 失業情況開始改善 而一些大型活動 由消費品的展覽會、藝術展 以至運動比賽也逐漸恢復舉辦 經濟復甦的數字是清晰的 第一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增長7.9% 結束了連續六個季度的收縮 只要疫情持續改善 我們估計今年經濟增長可以達到5.5% 而剛剛在今天下午公佈的 2021年3月到5月的失業率 也由2月到4月的6.4% 下跌到現在的6% 同期的就業不足率也由3.3% 下跌到2.8% 這些好消息固然令人鼓舞 但是大家必須要持續努力 才可以保住這個良好的勢頭 從世界其他地方的經驗看到 反覆的疫情可以一直拖累經濟的復甦 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繼續抗疫 包括鼓勵市民接種疫苗 另一方面我們亦都會加大 對於商界特別是中小企的支援 協助他們發掘商機 其中香港是必須要找緊 十四五規劃綱要裏面的機遇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握國家雙循環如港澳大灣區 以及一帶一路等國家發展戰略 為我們帶來的機遇 三個例子 策�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